就是切切切它可以切過來 當然我現在只有這一個 如果說我要能夠切到別的工作表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邊也是一樣 可以先從哪一個 先從清除好像比較簡單 清除如果要把所有的工作表裡面東西清除掉的話 這邊你可能要需要一個概念 就是說因為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切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 然後切到第二個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再切回原來的 所以會有1234 切換工作表 在Excel裡面的話 它是用一個語法叫做SHIT 工作表就是SHIT SHIT加S 哪一個工作表呢 後面你加第幾個 如果第一個的話 你就是第一個 點後面加一個SLETE SLETE的話就是說切過去的意思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先切第一個 再切第二個 再切第三個 再切第四個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切換到別的工作表 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回圈 4 不能用I了 我用S好了 等於第一個到 第四個 那這個S的變數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那個我們第幾個工作表 然後把這個 E改成S 所以它會切第1個 切第2個 切第3個 切第4個 做什麼呢 做一樣的事情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 第幾個SLETE 最後的話一樣ENTER 然後這邊也打一個NAS 下一個 所以它會什麼 切第1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切第1個之後呢 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做底下這些事情 所以把這個東西喔 所以變成說 你要把這個 原來這個回圈有沒有 要搬到哪裡呢 搬到它切過去之後 切過去之後 所以把它這樣 拖拉 選取拖拉 那因為呢 這個 有外面的FOR回圈 有裡面的FOR回圈 所以記得喔 拖拉進來就按TAB鍵 讓它移到下一階吧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啦 不然如果你在同一階 你會分不清楚哪一個FOR 哪一個是 對到哪一個NAS 但是你按TAB鍵之後 有沒有一目瞭然 FOR 它執行到這邊 下一個下一個 好那目前看到的話 這樣子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就是 它會FOR S 進來的話就先切到第1個 清除掉第1個 然後呢 再換下一個 清除掉NAS 清除掉第2個 第3個第4個 最後它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第4個 所以理論上 我們應該在最後這一行 NAS的下面 把它怎麼樣 再切回到第1個 OK 所以這邊的話 1 意思說切到第4個之後 再幫我切回來 當然呢 這個地方 如果直接 跑可能 一下就全部跑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會工作表 的這種 寫法 其實還蠻快的 那 我先把這邊 因為這邊已經清掉 我先把它再補 我們試一下 所以 如果這邊已經做好 我們按F8好了 主行來跑 第1個 所以 切到第1個 因為已經是第1個 所以它不會切 還是保留在第1個 然後把裡面都清空 所以它一個一個清空 清空第2個 有沒有一直往下 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乾脆這邊設個中斷點 讓它全部跑完 這個跑完了 NAS 跳回去之後的話 就NAS S S就變2了 所以意思是切到第2個 切過來 然後做什麼 一樣的事情 全部清空 然後在NAS 在那 切到第3個 有沒有 然後在全部清空 在NAS OK 第4個 就全部清空 好 已經全部清空了 這時候 游標是助理員第4個 所以我 希望能夠再切回第1個 所以 續者1.slate 切回來了 全部清空 應該可以理解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 這個地方底下 如果你要把剛剛的程式 套用到下一個的話 其實只要怎麼做呢 乾脆 有沒有 把這個先按Tab鍵 這些原來的程式 Tab一下 下一階嘛 把這些有沒有 上面這兩行 複製到它的開頭 OK 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邊的話呢 就是 也是一樣 它會多一個NAS 所以 這個 地方的話 一樣可以把這下面兩行 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下面 所以架構都一樣啦 那 其實基本上程式 應該就寫完了 可是呢 會有個地方 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同學 遇到的那個 40 因為現在我寫40 但是你不是每一個工作表都是40 我們試一下 一樣啦 我這邊 讓他跑 這邊停一下 不然的話跑太快 他會先怎麼樣 先 讓他先執行 然後射中鑽點 他會停在這邊 先切到第1個 所以目前已經第1個 然後把東西先全部跑完 也就是全部輸出了 好 那輸出完之後呢 這邊都有了 沒有問題 那換下一個 下一個功能 切到第2個 第2個零組 一樣把東西全部都 丟進去 不過會有個問題 這邊有沒有 從那個41以後就出現沒有了 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丟的公式是40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你要解決 最簡單的方法是 我在這邊增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叫R R 就是幫我去抓到 目前這個工作表 他最下面一列到哪一列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40 用這個R來代替 做法 Delete掉 一樣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R 然後把這邊怎麼樣 把這個 給 控擺一下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就是自動幫我算 自動幫我把這個40 原來40改成 他 目前最下面一列的總數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把這個 全部跑完好了 那 這邊 這中段點拿掉了 不然他一直會卡住在這裡 OK 這邊也把他拿掉 那我把他先全部跑完 清除 然後 執行的話呢 這樣子的話 全部看一下 目前看到的這個第1個40嗎 第2個的話 有沒有1012 他會把那個最後一列 幫你放過來就沒有錯 最後的話呢 我希望看到就是 這邊再加個按鈕 清除 切切切 有沒有 切回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清空 有 再來 烤瓶 全部切切切 全部OK 所以如果工作裡面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搭進來的話 以後你工作變 很 算是很愜意吧 學生講說 他上班越來越愜意了 以前可能要圖館應該做很多現在都不用 現在 早上按一下按鈕就可以吃早餐了 時間還非常多 因為他把一個早上的事情全部都寫成VBA了 他就每天按個按鈕 每天按個按鈕 結果就出來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我有把 最後完成的畫面 也有貼到這邊 你們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試做看看 今天的作業 就是 再加上那個 VBA部分 然後一樣兩個按鈕 我現在按下這兩個按鈕 就能夠work 嗯 谢谢观看